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慰问老军头,习脚步不稳,传授茶的许其亮露面 中共军委昨天29日举行慰问老军头的新春文艺演出 近期卷入身体不佳传闻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现身 但脚步明显不稳,被传授茶的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也有露面 中共央视1月30日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29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出席,张又霞、何卫东、刘震丽、苗华、张声宁也有参加 新闻画面显示,习近平虽然满脸堆笑,但脚步蹒跚 近期有关习近平的健康不妙的传言四起 在X平台上,一则有关习近平罹患一线癌的帖子热传 其中被用来佐证习健康不佳的,是一张他在1月17日参加张克辉遗体告别式的照片 当时习显得面容憔悴,身形消瘦 其实习2019年3月到访法国,简约一仗对时 也是走路缓慢,似乎无法迈开双腿 出席记者会时,习坐下,起身都显吃力 需要用手按住椅子扶手支撑身体 2021年底时,有消息称习已脑出血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2022年5月,英国《每日邮报》曾披露 习一次患有脑洞脉瘤,但他不愿动手术 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治疗 评论人士周小辉本月稍早在《大纪元》撰文表示 仅凭习17日的状态,就说他罹患一线癌,证据不充分 不排除这是中共内部政治对手发起的舆论战 但评论人士网友群则认为 习的身体出状况,因在意料之中 虽然习前方百计防政变,防兵变,防暗杀 但是习数敌太多,防不胜防 习的神经每天都紧绷着,身体能出状况吗? 放眼全中国,急目全世界 中共内政外交没有一件顺心事 习的身心能顺吗? 另外,央视新闻画面还显示 观看演出的退休军头中 可确认的包括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范长龙等人 前军委委员李作成也在 但前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则未能确认是否参加 在去年以来习近平清洗军队的一波行动中 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 大批现任或退役将领已做事出事 前任军方高层许其亮、魏凤和也卷入落马传闻中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